这个video是关于怎么样去Street Ski的Sea Queen Restaurant的 这是它的lobby lobby啊 它的大门进来对面就是去那个海的地方 就是marina 从这个门出 出了在左边 就有一个ram 下去的 这个ram是 curve的弧形的 这样我们从这里慢慢的下去 你坐轮椅可以这里慢慢的下去 外面是marina 很多船 放在那边的 白天其实很热闹也相当美 那Sea Queen Restaurant就是 你下来之后你就要转左手 下来之后 你要转左手 直直走到 左手 直直走到 最尾端 这条 从这里直直走 走到最尾端 啊 这里相当 相当 相当远啊 做轮椅的人 有的时候可能需要 人家推 到最尾端就是有一个斜坡 你就要上这个斜坡 这个斜坡 这个斜坡 上去 之后 你就要转 右边 右边有很多 啊 小市馆啊 很多restaurant 不过你 从这 这个corridor 这一条 你走到 也是走到最 中点 最远 最远的地方 这边 啊 从到这 走到这里 你会看到 他已经是有一个斜坡 然后要转 右边慢慢的 革过去 那 这个就是 就这样就到了 Sea Queen's restaurant 中文名 我不知道叫什么 不过 它的大门 并不是很方便 差不多有半寸 啊 轮椅有的时候不大 冷静要 后面要 有人帮一下 轻轻的 开 这个 前轮一下 它的外面 也是有一个open air的restaurant 这个 这个restaurant 很多 婚礼 很多packages 在这里 这就是它的 外面 不用进去的restaurant 也是有一些桌子 然后在 右边呢 有一个斜坡 可以下去 看海 这里的 海很美 也有相当多人来 现在我们就 转回去 慢慢地在 从它的前门 走回去 这就是 这就是Sea Queen Restaurant 我们现在 刚才我们从这里来 来 现在我们 从这里回 从这里就回到最中最远的地方 然后我们下去一个斜坡 就回到这个marina的地方 marina就是放很多帮船的 刚才我们从这个斜坡 下来 现在我们从这个斜坡 上去 这个斜坡 啊 就可以到它的大门 到 慢慢地上去 所以 我做motorized 你 所以 比较方便 不过你叫人家 推也可以 这里是露天的 如果下雨 就不太方便 那这样我们就进去它的大门 这个门直直去就是 出大路了 那个Gapak大路